作词 李宗盛 简单的伪装着彼此幸福的来过 曾经错过的留恋的已不重要 不许什么理由去边界 现在我需要勇气 向你呼喊 把我忘掉 想站在开世界术间 一场持久的爱情 注定会回到无悔前 正活着调 一直恋着你不想输掉 深信的 幸福的 失落的 我希望的 绝望的 伤心的 曾经错过的 还生气呢 好好 我不问了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你先把柴给劈了 我没事 我来这儿劈什么柴 你先批了 我回头有用 保持安全局 我说你能不能收敛一下 你是来做商务接洽的 又不是来约会的 我单方面宣布就是约会 你想得美 我跟你说 江叔从小管宋子哥管得可言了 从小到大 别说单独跟你工作人员相处 母文字都没有要过他几次 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粉丝的心态 真的很奇怪 不是我们奇怪 说宋慈哥哥现在正在 事业的上升期 怎么能谈恋爱呢 那他要是跟你表白呢 你谈不谈 我怎么拍得上我们家哥哥 他吃得更好更好更好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跟我调白的话 那我 宋慈老师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莉莉 宋慈老师这次代言我们的永生花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把我们的永生花送给谁呢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永生花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 对吧 对啊 所以想问一下宋慈 心里有这样的对象吗 你们这是在给我挖坑啊 我怎么可能会回答 那我换一种说法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可以理解成 你是在问我理想性吗 这个我倒是真的有想过 他应该是一个长头发 平时看起来有些冷淡 吃醋了也不会说出来 明明内心很期待 却要装作一副很麻烦的样子 可不对心 但其实内心啊可爱极了 这样的女孩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也很可爱 卧槽 他以前不是都说什么 温柔善良那种套话 这次怎么说得这么详细啊 该不会 真的有喜欢的人了吧 你看 你看 宋司哥哥又戴这个戒指了 据我观察 这已经是他这个星期 第四次戴这个戒指了 哥哥以前不爱戴食品吧 除非是品牌代言 所以这个戒指 他可以了 他 他不会是什么情侣视频的 不会的 不会 你整天告诉他 怎么没有发现什么 奇怪的地方 别别别别 而且这个描述 怎么越听越像一个人啊 谁啊 姚孟贵啊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这什么地方 人来人往的 你们都是公司里边的人 一不小心 就变成了内部人员爆料 长点心好不好 注意点儿 好 宋司过来 乔叔 我觉得吧 刚才你的回答 针对性有点太强了 现在粉丝呢 都容易对号入锁啊 我觉得没什么 而且每次我都说一样的答案 也太无聊了吧 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些 跟很多普通女孩子 都能对得上号 说不定粉丝 就是觉得在说他们自己呢 是不是 唐欣 好 好 郑叔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乔白 走 嗯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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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些 你不必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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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要 Certificate 都是为了生活 我同时刚从剪辑室出来 我等会儿就得顶上去 我这次来虽然有点冒昧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你们上次约肖部那一期主题 定了吗 这个呀 那期主题还没定呢 定了会按程序通知所有嘉宾的 那太好了 我这边有一个想法 你们不妨参考一下 来 感谢观看 我们会考虑的 小白 你看见我戒指了没 没有啊 是不是刚才上洗手间的时候 落下了 跳头 咱们回去 哥 你别着急 是不是刚才拿东西的时候 落在休息室了 要不我们回去去试试看 别说话了 赶紧找 宋司哥好 你仔细找找 找什么呢 没事我找个东西 我找到就走 是这个吧 很紧张 特意跑回来 不是造型这么简单吧 我有强迫症 不能留东西 强迫症 你跟你爸妈在一起的时候 我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毛病 强迫 我也是会变的 我早就不是那个 十几岁的小男生了 我分得清轻重缓急 而且现在是你带我 不是我爸妈 我不用在你面前 也像个乖儿子一样吧 我知道 你心里有数 但是这件事 我不会让步的 我也不会 回来了 怎么了 哭三个脸 没事 他应该是一个长头发 平时看起来有些冷淡 小白 你看见我戒指了没 没有啊 是不是刚才上洗手间的时候落下了 大头 咱们回去 宋慈哥哥 好像谈恋爱了 真的呀 跟谁呀 别难过的妹妹 大不了咱不喜欢她了 来 过来跟哥说说 你是怎么看破宋慈的院奸行的 来 来 来 这个时候啊 你就别问了 明星也是人 怎么可能不谈恋爱呢 你和肖默啊 滚蛋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你要吵架了 没吵架 就是她单方面生气 所以 她是为什么生气啊 明天你参加活动衣服 我给你挂的衣橱了 明天你参加活动衣服 我不是商量说 要不要多帮你接几个综艺吗 今天远方假期节目组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希望你能参加他们两天一夜的乡村特辑 你的主场绝对不用担心 这不挺好的吗 干嘛说得吞吞吐吐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他们也想请另一个人跟你一起上节目 杨梦贵啊 嗯 那就上啊 反正 不是还有主持人在一边吗 他们主持人 推高受伤了 所以 请进 教授 教授 您找我 坐 宋子哥哥又戴这个戒指了 该不会是什么情侣视频的 就这样 有一档综艺节目最近在联系我 是 您刚刚说 那个综艺叫什么呀 名字叫做远方的假期 这期节目呢之前呢 我们评估过 还是挺值得上的 他们想呢请你和肖木 一同参加同一期节目 我和肖木一起 对 他们想拍摄一期呢 完全顺势不同的双生姐妹话 体验乡村生活的这么一档机 我不想跟她一起上综艺 我知道 你不喜欢她 但是之前你们姐妹情深的话题 反馈是不错的 再说肖木因为她养父的时期 热度正高 你们两个一起参加 这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老孟贵 你自己前途不要了 非得就这么跟肖木对着干 我跟你说 这款节目可能会爆 错过了这个机会 就没有下一次 你的个人感情生活呢 我没有权利过问或者阻止 但是在工作上 我是有这个权利的 行 我会去的 宋子之前关于理想型的那个回答 我发出来之后群体都炸了 好多人都来问我怎么回事 唐唐 最近是怎么回事 我每天都在宋慈哥哥身边工作 我都说没事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真没谈 没谈 一点迹象都没有 你让他们都冷静一点 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 宋慈哥哥这段时间是杂志充销量了 还是稳居人气榜第一了 怎么那么闲呢 人就是这个事情不妨 唐唐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吗 那宋慈哥哥现在不是跟杨梦贵一个公司吗 算了 说不清楚 董事别管 好吧 你把密码改了 怎么 不愿意给我开门 对 就是不想给你开门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走吧 你要是现在不给我开门 我就在这儿大喊你的名字 让你的邻居都看看 你是怎么对你男朋友的 好啊 有种你就喊喽 你 不想进来就算了 我进 虽然知道应该不是你的问题 但我现在看到你就神奇 到底怎么了嘛 江叔好像是知道我们的事情了 特地让我去录个综艺 这个 可能真的和我有点关系 我之前采访的时候 你不小心 把你相信描述得太具体了 估计是被他看出来的 你给我出去吧 你那是不小心吗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去 怪不得他今天 要把我支持去拍戏 原来是要对你下手 是 他干不出什么困难 顶多也就是利用工作 来减少我们见面的机会吧 你是他利谱的对象 我是可以随时丢掉的棋子 我可不能跟你一样 不把江叔警告放在心上 你什么意思 你不又要揣了我吧 那倒不至于 不过这个戒指 肯定是不能再戴了 你以后不要在江叔面前 太死无忌惮了 搞得好像是我把你戴坏了 本来就是啊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当然是你戴坏了我 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看 公主 我以后我们再见面 要更小心 在江叔面前 要更更更小心 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真的觉得 现在是越来越好 我也这么觉得 节目组那边来通知了 说一个艺人只能带一个助理 我让月月休假了 之后就是我伺候你了 你轻点拾坏 真是的 我刚来你们就走 爸 我就去三天就回来了 行了 我知道 你们这儿都是正事 喂 对 我不是又来城里了吗 对 谁 晓琳在旁边呢 你快上来接电话 晓琳啊 我挺好的 谁啊 睦睦 睦睦在啊 好 等会儿啊 你晓琳哥 喂 晓琳哥 你慢点儿 轻点儿 好着呢 晓琳哥 是谁啊 是我一个远方亲家的孩子 在隔壁城市读大学 那小伙找你又高又帅 睦睦从小就喜欢呢 就算是她的初恋 别担心 好 别担心 让睦睦去看看她 不行 怎么不行 肖默一个人出门 太不方便了 还是别去看了 那有什么不方便啊 我这是出于经纪人的角度考虑 不是 不是 那 那 不方便 不方便 不是 我 不方便 我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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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携带看 我来吧 我来吧 被设置组拍到了不太好 陈木哥 睦睦姐 那我就先走了 过检验来接你们 好 路边小心点 走吧 以前小林哥也总这么牵着我走 又是小林哥 你小林哥在哪儿呢 节目组说了不许带手机 我说了 小林哥的电话 设置组就在前面 有这么蹦蹦跳跳的 被拍到了不太好 这样呢 好了 待会儿我们在前面会合吧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好 这死小林 关键是我要哪儿去了 就你立即的 也不怕什么用 我帮你吧 不用了 机器还没架好呢 别那么着急抢镜头 好 看什么看 你今天的妆 好像少了一点点杀气 节目组跟我说 这是一个清静大自然节目 妆面也要自然一些 我们要在这儿住三天 三天两夜 这鬼地方能住人吗 不但能住人 还能住猪马牛羊 蛆蛆骂的蟑螂呢 那倒是挺适合你的 来 这儿两边 来 机器好了 准备开始 这木头和树 搭配在一起 都是挺有情趣的 应该是一个品种吧 真好看 这什么情况啊 我们这期主持人不是出事了吗 刚刚紧急收到宋慈这边联系 说宋慈就在附近 能过来坐下代板主持 真是太感谢你了 没有没有 我正好也在附近 能够参与远方的假期啊 这才是我的荣幸 好了 现在我作为主持人 要发布第一条式令了 请我们的姚孟龟和肖木 前往我们的更衣室 更换我们的队夫 准备进行花宝拍摄 我们多换上队夫 还能分得清谁是谁吗 机器休息五分钟 好 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 宋老师 明天去补一半装 好 陈墨呢 刚怎么样 第一段已经录完了 我们先进去休息吧 好 你来这干什么 你不是说姜叔已经安排你去演戏了吗 这一开拍 我就好长时间见不到你了 我想肯在开机的时候 见见你 那姜叔知道怎么来了 他现在已经开始针对我了 我来都来了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们总不能一直都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放心 除了谁我在呢 好听的话 我也会说 我是认真的 我早就想找机会 和姜叔好好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来 姜叔早年间 是跟着宋老师一起打拼出来的 这几年我展露头角了 宋老师不行了 这老狐狸 就以护航的名义转过来待我 但他毕竟跟了宋老师几十年 名义上是我的经纪人 实则还是听名于宋老师 但是现在 我再也不想跟由他们摆布了 所以说 我是为了我了 是为你 也不单单是为了你 好了 别担心了 只要我们在外面 不要那么亲密就好了 好 这个怎么办 肖默是不会出去玩水的 至于他嘛 灭口 说到 好 表女是这样的性格 你也销售得起啊 销售得起 喜欢 特别地喜欢 您不用操心 刚才你什么也没听见 也没看到 对吧 太刺激了 还真挺难忘的 你要是敢乱说话 咱们两对 就一起死 哪来两对 你和肖默还没成啊 我以为你回到他身边 就代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我回到他身边是做经纪人 是工作 原来是为了工作 宋慈 宋慈 你刚刚那个德行特别欠打 你知道吗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 亏我当时在组里啊 还觉得你是个聪明人 你净水流胎 怎么反倒 也月亮越来越远了 佩服 什么意思啊 我做经纪人就是做经纪人 没想趁我打劫 哦 如果啊 我想趁我打劫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姐夫 你别那么叫我 姐夫啊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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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我也没用啊 你要是真喜欢他 那你就给他表个牌 表白这种事 就不用我手把手教你了吧 当然用不着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就做好你的临时主持人 公平一点 多给项目一点表现的机会 别偏心光顾你的姚孟贵 作为教练条件 我可以当做 刚刚什么也没有听见 也没看见 没真正经验 好 成交 毕竟事业是我唯一能够帮助他的 几个月前他自己也说要专注于工作 他可能不喜欢我 你觉得 我看人准吗 算是个人金吧 那人金给你指条明路 旁观者清 我觉得 你还有心 真的 嗯 嗯 要不 我帮你试试 你要试什么 宋慈 你来一下可以吗 咱们对一下流程 好 好 特听好玩吗 好玩啊 都听到什么了 我干妈告诉你 有这功夫 我早就联系狗仔还钱了 还需要联系什么狗仔 你男朋友不就什么了 我今天不会抱你一点忙的 笑话 我用的事你帮我走着敲 我来帮你吧 嗯 嗯 这边帮我挽一下呢 好 挽高点 谢谢你啊 对了 宋慈 可以帮我打一壶约水吗 好 宋慈 帮我拿个碗过来 嗯 马上 宋慈 我的热水什么时候好啊 宋慈 先把碗给我 好 宋慈 我着急用热水呢 好 宋慈 再帮我打两个鸡蛋 宋慈 热水还要等多久啊 这期节目捡出来 一定超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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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有这么大的长浪 啊 没事 我来处理 嗯 真的好大 怎么了 她的房间里 有这么大的长浪 你刚才说 你看到的蟑螂多大 你呢 那这么看来的话 我找到的这只 就不是你们俩想要找的那只了 小强 快回家吧 害怕吗 你要是怕的话 去我房间住吧 笑话 我有什么好怕的 好吧 那我回去了 不过 我听说啊 蟑螂都是一窝一窝地出来的 你们刚才看到的 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 还没找到呢 你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老师 这是你们今天的任务卡 亲爱的嘉宾 明天你们需要完成五十个人的晚餐 并请全村吃饭 今天请准备食材 为明天的聚会做准备 五十个人的晚餐 还得自己亲自准备 我们可提前说好了 一个人准备自己的二十五分 谁也不做一事 行 行 好 我们今天也不帮我们 我们不帮忙 我们不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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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去了 我再整个四十三下 能不能太好 就得到您 那您好 让您帮忙吧 那我真去了 嗯 好 走 本来我给编导出这个主意 就是想让你们一起做任务 结果你们俩我们一定要分开 你说这是什么搜主意呀 让我跟姚梦林一起做任务 我们非吵起来不可 这样节目才好看呀 观众如果想看你们干农活 不如直接去看农业节目算了 节目组请你们俩来做节目 就是想看你们姐妹俩互动 你要保证尽量以后和她同框 不然你后期的戏份 肯定会被剪掉 好 我知道了 你还有没有要说的 没有 我把麦打开了 你打开吧 等等 有意一句 什么 小林哥是谁啊 哪儿上那儿去 在哪儿观看 你问那么多干吗 不过小林哥当年真的很帅 是我们那一家 很出名的美男子 好了 你把麦打开吧 你姐让我出来帮帮你 她一个人可以吗 她开不太行吧 我来 你有没有被油崩倒啊 烫上什么最不容易好了 你没事就好 那我回去继续摘菜了 来 fe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看 你不生气了 生气有什么用 生气你也不多 你说出来 没准我就想通了 我 算了 算了 你这是做什么 我在鞭鱼楼 最近这一片呢 鱼水很多 外面肯定有很多积水 把这个呢 放到外面的池塘里 明早去收 我们就有鱼虾可以吃了 我待会儿跟你们一起去吧 好啊 你还没来过这儿吧 以前这里都是泥巴路 现在修成这种水泥路了 以前泥巴路的时候啊 特别容易摔倒 你没事吧 慢点 没事吧 你没事吧 完了 这计划开不了机了 那怎么办 要不 我们先回去吧 可是鱼轮我都做好了 不去放的话太可惜了 要不这样吧 摄影大哥您先回去 陈墨 你陪我去 如果遇到有用的素材 我们拿手机拍下来 交给我吧 你赶紧回去 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 不好意思 谢谢你妈 没事 走吧 你小心 嗯 就这儿吧 就这儿吧 我们得赶紧走了 看这天气还要下雨了 不行 我这鱼龙位置还没摆好 我们还差一点 这天气一看就要下倾盆大雨 再等一下 好了 走 好 我们来找个地方躲雨 好 好 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我好像跟你在一起 做什么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来这儿就跟回家一样 感觉一点都不生疏 我小时候跟小林哥进山里玩 突然下大雨 我俩也是找了这么个亭子躲起来避雨 刚开始还挺好的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进来一只羊 满地拉屎 小林哥就跟他谈判说 这亭子啊 他一半 我们一半 谁都不准越界 后来我回家 我妈还笑我 说我满身的羊屎味 小林哥真的对我很好 你初恋来了好多电话 你接吧 你吃醋了 我为什么吃醋了 谁还没个初恋呢 小林哥都四十岁了 孩子都上初中了 那你还说他在隔壁念大学呢 对啊 他去年参加了成人高考 为了弥补小时候 没有好好念诗的遗憾 好了好了 不说我了 说说你呗 你小时候怎么样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是说 除了那个小时候 这些悲剧和英语 小时候就没什么开心的事 我妈妈很会跳舞 爸爸是个画家 他们年轻的时候 一同走过很多名山大川 直到生下午 才安定下 办了个民宿 每天背包客 往来不绝 晚上兴致来的时候 爸爸会弹点吉他 妈妈在旁边 一起急行跳舞 有时候还会拉着我一起跳 在很多万人眼里 我们可能是不误正义的一家 但是我的童年 真的很开心 后来 妈妈 别过来 雪恒 雪恒 妈妈没事 妈妈还能跟你说话呢 别过来 你找别人帮忙好不好 快去 快去啊 小朋友 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被困在大眼了 快去救救我帮忙了 不要怕 在这里不要动吧 我去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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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救他们 我 去救他们 我去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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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救他们 救他们 害我这个做父母的呀 真是的 害我就是 这么多年 无论他对我再老 再无视 我都很感激他 感激他那天抱住了我 感激他受远了 我想 他内心 可能也有很多 苦闻和不安吧 他一直在等我长大 可以陪他喝一场酒 仿佛有很多话要跟我说 只是我没想到 我承担不起他的苦闻 所以 你真的觉得你的亲生父母 骗饱了吗 我不知道 无数个证据 拿到我面前 说我们家亲女早就维持不下去 给我看我父母签的外债 告诉我他们在非常恰当的时候 买了高额毛鞋 我没有办法反驳 但我不相信 所以我注定 不可能是个好汽车 我一直因为感情用失 被各种人骗 不断地踩坑 不断地被别人挖坑 终于掉到了最大的坑底 但我遇见了你 老天爷对我还是挺仁慈的 给我机会爱你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都听见了 那你还管 想再听一次 你想再听 那你得给我准备的时间 我得把戒指藏起来 得找人放烟火 还得买玫瑰窩 不用了 我现在就想听你了 肖默 留身在世 活过几十年 除了吃饭睡觉 相处时间就更少了 我有点贪心 以后 吃饭睡觉 抑制住心 日常所事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愿意 Zither Harp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Don't wanna feel your love 你的晚不会出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整个夜晚 望着模糊的远方 我就这样一直流着泪 离开你觉得太空 你的泪光 每次看就够难花 没那么容易 离开你的身旁 Don't wanna be apart Don't wanna be alone 你的晚不会出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you again Oh 闪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 爱上你我能够 传声 传声 愿尽全力去挽回 相信爱不会后悔 彼此交给幸福 不再後退 I wanna love you Don't wanna be apart Don't wanna be alone Don't wanna be alone 你的晚不会出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偶然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 转身 I wanna lov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you again